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国际主义运动进入第一潮的当下 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 穿着他头像文化衬衫的青年人 依然随处可见 如果你问我在这蓝星上 最硬核的斗士是谁 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不 绝对力量的雇佣兵 不 是伟大的乌闪阶级革命斗士 像当年 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 带领82名游击队员登陆古巴 开始推翻亲美独裁者巴迪斯塔的革命之路 这到底有多硬核 想必一百人根本没有概念 大胆畅上下 假设工厂车间里的两班工人 硬要去单挑一个七百万人的国家 而且背后还有美国为他提供军事资助 更夸张的是 不到三年时间里 你还真推翻了这个圣权 够彪悍吧 那如此彪悍的人生 必要从他彪悍的家庭说起 格瓦拉1928年 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阿根廷贵族家庭 祖上曾担任过最后一人秘鲁宏多 打小格瓦拉就患有哮喘 但却也是一名运动健将 他擅长田径 游泳 自行车 足球 橄榄球 同时他也是一名学霸 愿爱诗歌 哲学 并擅长包括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各种科目 1948年 20岁的学霸格瓦拉考上了 布依诺斯埃里斯大学的医学专业 这所大学是阿根廷最大的综合学校 也正是这段大学时光 让拥有着高贵血统的大少爷 摇身一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也因为家庭条件不错 上了大学以后 格瓦拉便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出游 后来 他们还相约一起去拉丁美洲游玩 拉美洲的景象 与格瓦拉心中所想的不同 他本以为 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 拉美人民是自由而快乐的 实际上 当他到了拉美洲以后 才发现 当地人早已沦为美国敛财的工具 他们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 就连土地资源 也变成了美国人实现美国梦的戾气 纵使 这里有着荒漠乱石 和茂密雨林这样壮丽的自然风光 格瓦拉的内心 还是被拉美人民苦难的生活 深深撼动了 此次 切格瓦拉深感自己的使命巨大 他放弃了光明的前途 和优渥的生活 踏上了一条迷茫未知的道路 他来到威地马拉 协助当地的革命队伍 对抗美国霸权主义 在出发前 他在以前的日记本上写下 写下这些日记人 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 就已经死去 我已经不再说了 也是因为这次的决定 让格瓦拉真真实实地看到了 威地马拉被美国主宰操纵下的悲剧收场 这里的一切 都让他更加的斗志昂扬 威力心中的那团火焰 他只身前往墨西哥 在当地里加中国医院 找到了一份工作 抑郁时间 涉猎了大量的马列住所 吸收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 此时 他相信 只有通过武装斗争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枪杆子里出证决 此后不久 他结识了古巴未来的最高领导人 卡斯特罗 在这次战斗中 游击队损失惨重 仅有12人掏出包围 身为军医的切戈瓦拉 一人扔掉了医药箱 扛起了钢枪 在那一刻 他从一名军医 变成了一名战士 风水轮流转 星星之火 可以了眼 就靠着在深山中的 12人的革命火轴 加上古巴巴蒂斯特政权 太不多人心 到1958年 游击队伍居然扩大到280人 到了1959年 1月3日 革命胜利曙光 终于照射过来 切戈瓦拉率领游击队 先锋队杀出深山 搭公共汽车 杀进了古巴首都哈瓦那 巴蒂斯塔政权倒台 古巴革命成功 游击队 全面接管了古巴的政权 切戈瓦拉 可谓是年少得志 风光无限 31岁的年纪 就一跃成为世界传奇人物 卡斯特罗兄弟 授予切戈瓦拉 古巴公民身份 并被任命为 古巴工业部长 和银行行长 切戈瓦拉也是肘蜂滞志 积极投身土改 整治官僚 生活节俭 拒绝加薪 为了振兴古巴民族工业 他强推企业国有化 打土豪 分田地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日工业部长期间 切戈瓦拉 顶着美国的封锁 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 合作贸易协定 切戈瓦拉 也逐渐以对美国的 强硬态度 为名于世 在这个最硬核的年代 美苏冷战期间 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 部署了中程弹道系统 前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 声称为了古巴的安全 将核导弹 部署在古巴加勒比海地区 其实只是为了苏联 扳回一局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仅持续13天 却是人类历史上 距离灭亡最近的13天 美苏两国领导人 终日徘徊在核按钮旁 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 共同意识到 按下核按钮 必将导致任何战争 最终冷静下来 选择了妥协和退让 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作为一名无谓的 理想主义革命家 格瓦拉对此果然大怒 声称 如果核按钮在我手里 我想毫不犹豫地按下它 这样 我们就能摧毁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核心 我们的革命 就会走向胜利 即使这样做 将付出千万人牺牲的代价 切格瓦拉也因此番言论 也被很多人看作 是带来战争的恶魔 导弹危机后 古巴的日子趋于平静 然而此时的他 与卡斯特罗 在诸多革命问题上开始产生分歧 卡斯特罗只想建设古巴 而切格瓦拉的理想 是继续革命 解放全世界 他看到 在和平的日子里 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坐在豪车里 丧失了往日的锐气 他看到苏联单一的模式 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优理 切格瓦拉无处安放的热情和理想 让他放弃了古巴优渥的生活 寻思拿起乡继续战斗 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散播火种 不久后 切格瓦拉辞去了所有职务 纯飞机来到了非洲 为了不连累到古巴 他还辞去了古巴公民的身份 在跟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中 切格瓦拉写道 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我去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1965年4月 切格瓦拉穿过坦桑尼亚来到了刚果 他开始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 教授弃军游击经验 但很明显 切格瓦拉高估了非洲人的能力 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腰斩 还令自己深陷泥潭 在非洲丛林里艰难地斗争了七个月 甚至一度想过杀身成人 为革命树立典范 但架不住战友的鼓鼓哀求 最终 切格瓦拉带领几身的古巴战友 离开了刚果 1966年 切格瓦拉将下一次斗争的地点 选择了南美洲的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的内陆国家 之所以选择玻利维亚 是因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身上 看到了古巴革命的影子 同样的 他也是试图推翻清美战权 但是游击队依然无法动员群众 似乎注定了他的失败 最终 在美国中情局队协处下 切格瓦拉的藏身之处暴露 1800名美国训练过的军队 对其藏匿之处展开围剿 在战场上 他的腿部重弹 枪管也被打弯 除了投降 他已经别无选择 此时 美国中情局的探员迅速赶来 他见到了切格瓦拉 像一桶野兽 面旁消瘦 头发纠结 里面朝下 双手被绑在身前 在无法被阻止的枪决来临之前 他们问 切格瓦拉有什么临终遗言时 他表示 请转告卡斯特罗 他很快就会看到 美洲革命的胜利 面对死亡 他勇敢无畏 最终 刽子手连发六枪 结束了切格瓦拉39岁的生命 遇害后的切格瓦拉 一叠被陈列在一个水池子上 和他一起遇难的战友 被丢弃在旁边的地上 胸口的弹孔清晰可见 波利维亚政府为了防止古巴总统 卡斯特罗否认格瓦拉已经死亡 直接将他的尸首展示给围观群众 那未曾瞑目的双眼 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直到1997年7月2月 时隔30年后 古巴才派人找到秘密埋藏在波利维亚 以被美国当局切除双手的格瓦拉遗体 卡斯特罗兄弟亲自来机场 迎接昔日并肩作战的老同志 以盛大的国葬待遇 安葬了切格瓦拉生前战斗过的圣格拉拉市 上世纪60年代格瓦拉牺牲后 西方媒体把他描绘成了 如恐怖分子一般的红色魔头 甚至有报道宣称 你们的英雄切格瓦拉在被俘虏时 曾狼狈求饶 说实话 有人会相信吗 踏尔瓦21世纪以来 第五纵队之战 信息战 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嘴脸 还不够清晰吗 像当初 一个敢带着82人就单挑古巴的血型青年 你跟我讲 他是贪生怕死之辈 说出去你信吗 真真切切切让我们看到的是 自格瓦拉红归故里后 他的事迹被传播到全世界后 这个面容英俊 头发凌乱 眼神坚毅的红色青年 直接引发了爆炸性的全民崇拜 从切格瓦拉的经历 和世界所有成功的革命进程中 群众基础是最为重要的 而没有了这个基础 就注定了革命的理想要以失败收场 这就是切格瓦拉传奇的一生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他从未惧怕过美国的铁腕强权 尽管实力悬殊 时势今日的拉美国家 切格瓦拉早已化身为 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式英雄 深受人们爱戴和敬仰 他的形象出现在课本 画册 书籍 邮票 服装等上面 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格瓦拉的魅力 依旧不仅当年 甚至在美国也十分风靡 头戴五星被联帽的格瓦拉头像 也成为当今历史上 负质量最大的真实人物肖像之一 俨然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中 一道壮丽的景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桌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